308 回圈位数加总 想半天到底什么意思 不过他这也是 你会想这个名称也不容易 那其实重点 有的时候如果你看不懂到底这什么意思 其实有时候我会看一下他的输入输出 所以第一个 你会发现这边1 刚好后面就是输入一次 输入3 后面输入一次 两次 三次 也就是说第一个数字是决定他跑几次 OK 然后底下的话才是什么 才是做真正要做的事情 那到底这个逻辑 大家再挂一下 其实我就把什么 9加上8 加上7 加上6 加上5 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那total应该就三数 所以哦 他这个后面就是sum of 这个all digits of 这个 这几个数字 是什么呢 所以他意思是说 把所有的每一个个别的数字加在一起 就是不管说 他是几位数 把那个独立出来 每个都变成个位数就对了 把每个个位数字哦 通通都把它累加在一起 哎 那问题程式该如何写 会比较OK 那其实写的方法哦 很多种 今天你们看那个书上的解答 跟我的解答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想到的方法是 我想到的方法是哦 我把这些总共五个数字哦 全部都当那个什么 把它们切开来 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 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之后的话 再把它累加就好了 可是我要怎么样把每个数字哦 通通都独立出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必须要把它们当一个字串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先把它当字串之后 可是你要加的时候 再把它转型回来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会 需要了解 也就是说 如何把它个别切出来 然后再转型成文 反而是文字 转型之后变成数字再累加 OK 大概会有这个概念哦 那只是说 程式刚才会转型 那底下的话 所以呢 这个程式哦 必须分成两阶段来完成 第一阶段的话 我们先不用 先不要去管说 到底这个回圈要跑几次 先把 中间底下的这两行的逻辑写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啊 假设哦 我希望输入98765 所以我把它执行 底下这个地方 我也把它写住 然后98765 Enter的话 那我需要什么 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一串 它甚至要一串 前面叫 sum of 有没有 必须还要再加上什么 sum of all digital digital of 这个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哦 将来的话 你还必须怎么样 把你原来的这一串呢 把它串在哪里 串在这个前面的字串里面 有没有 串到这个它的后面 然后后面 is 后面还要再把total的结果 串在这里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理论上会需要两个变数 那如果说你要把变数串在里面的话 当然这一题我是建议用format 用format来做 会比较好 因为format的话是这样 format 然后这边的话呢 用个大瓜糊 这边用大瓜糊 有没有 然后最后再把这两个变数给带进来 基本上 这样来写哦 我觉得会相对起来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该怎么做哦 第一步的话我有讲过哦 如果说我今天哦 希望把这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切出来 你们可能要先知道一件事 就是先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所以呢 我要怎么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然后后面程式要该怎么写哦 那也请各位先把这个 其实程式里面有办法 最后写出了五行 非常精简 只是说呢 巧妙的地方在哪里 可能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里面的话 大家input 你会发现这个input 我外面没有加int哦 为什么 因为我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OK哦 然后呢 再来一定要跑几次 那里面的话要怎么样把它累加 最后把它做输出哦 这也许请各位先思考看看啊 不要一下被我影响 不然你一定要看我的答案哦 最后你就只会朝那个方向去思考 你就铺略说啊 其实哦 像这一题哦 它有很多种写法哦 但后来我发现是很多种写法 每个都可以 只要答案对的话 它其实都会给你分数哦 OK哦 至于要怎么做哦 第一种方法 就是把它当数字看待 但要转型 累加都要转型 第二种方法是把它当数字看待 怎么把它当数字看待 就是98765啊 如果我们用除 有没有 用那个百分比啊 求鱼数啊 比如说我把那个98765哦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10嘛哦 除以10之后的话呢 鱼数多少 鱼5嘛 有没有 那我们就得到5了 对哦 得到就是得到最后一个数字了 把它存起来 然后呢 再用除除 除除的话 有没有 两杠嘛 除除的话 就是什么 除除10啊 就得到多少 9876嘛 因为它 9876.5嘛 那他.5就拿掉了 有没有 然后再下一次的话呢 再把9876 再百分比10 那又得到6 把它累加强 然后再除除 除除就变987 OK 那意思类推啊 就是 在留下7 然后再留下8 留下9 最后把这些结果 累加 就也可以得到 就是把它当数字来看待 那结果其实也是一 所以我 有两种写法 我都把它放云端上面 那请各位也许 先把题目了解一下 思考一下这一题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这一题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这一题 两种解法